我不來 或者我來 跟柯P一點關係都沒有 除了我這個採的土地是台北市的土地之外 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他有他的 扶選的對象 我有我心儀的對象 今天來有跟柯市長先知會一下說你會北上嗎 沒有啊 他扶選他的 他有他的這個要扶選的對象 我有我欣賞的心儀的對象 是陳兵甫 這個跟柯P市長要扶選 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硬碰硬 也沒有軟碰軟 通通都沒有 好不好 我覺得陳兵甫是最棒的立法委員 沒有硬碰硬 也沒有軟碰軟 反正從此以後不要再把我們兩個連在一起就對了 突然在最後五天 熱起來了 因為就在我們錄影之前沒有幾分鐘 1點40分的時候 韓國瑜穿著這個一身黑色的夾克 大家網友不要以為我們放錯圖 因為韓國瑜跟陳兵甫他是有同台 就是用錄影的方式推薦在星期天 那麼禿子 漢子跟燕子 三子連線是透過視訊的方式 用影片幫他來站台 沒有真的來 現在這個狀況突然在今天被打破了 韓國瑜突然就上來台北 他有事情來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跟他同台了 是真的同台 在大同區的海拔網餐廳 幫他站台20分鐘 所有媒體全部掃到 然後韓國瑜來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 因為目前韓國瑜是人氣網站的事情 無庸置疑 他也會帶來網路的聲量跟媒體的報導 然後陳兵甫在這個時刻 他其實已經放棄了 觀眾朋友要看 陳兵甫在上個禮拜 因為最後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也真的都有行程 可是行程歸行程 政治上的解讀會是 所以韓國瑜還是不肯跟柯文哲正面PK 柯文哲有陳思雨 所以當時沒有為了丁守中到台北 這一次也不會為了陳兵甫到台北 所以韓國瑜沒有到台北 這個東西原本會是這次選舉 在結束之前的一個事實 可是這個基礎被打破了 韓國瑜來了 觀眾朋友我知道還有五天 因為今天禮拜二 三 四 五 六 這次選舉比較特別是禮拜天 因為基策的關係 所以他不是禮拜六 是禮拜天 最後這五天 會出現非常精彩的變化 因為我相信連侯友宜跟盧秀燕 都有可能出現變數 原本的網路 或者是這個影片的同台方式 可能還在加碼 為什麼 因為侯友宜其實跟台北市一和之隔 未來隨時 或者是說他過去也可以很快 盧秀燕的話 每個禮拜四也會上來行政院會 所以或許 你把他們行程都排好了 或許 因為行程都很滿 這是一定的 包含媒體最近很多邀房 他們三個人都收到很多行程 可是就在這麼多的密碼行程當中 當市長決定我要的時候 其他東西可以排開 這就是今天的證明 韓國瑜他出現台北市挺成名府 好 這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柯文哲他所支持的 我們現在不能講民調 因為最後一個禮拜了 可是在聲勢上來講的話 立委的補選也有規定不能來民調這個 也有這個規則就是 所以我們盛侯龍不能亂講 你不講我們都還不知道 不知道嗎 我們不要去講民調的情況之下 就是陳秉甫跟陳思宇 還有何志偉 三喀都 各自強 大家都講過了嗎 陳思宇是強在哪裡 強在柯文哲 何志偉是強在士林區 蔡英文 蔡英文現在還沒那麼強 不好意思 總統 他有增加10%了 士林區 蔡英文不強 士林區是何志偉自己基礎 士林區的票比較多 大概20萬 大同區10萬 但是陳秉甫在大同區是第一高票 所以在不講民調的情況大家知道了 何志偉有他自己的士林區 陳秉甫有他自己的大同區 陳思宇因為沒有當過議員 所以他兩區都沒有這兩位強 可是他背後有個阿伯強 這種情況之下 當韓國瑜他也上來了 我為什麼會覺得說這個東西重要 就是韓國瑜可能也不想 就這樣一直下去 一直被媒體跟外界解讀 他跟柯文哲的友善關係 到這一種程度 即使是代言人的戰爭 我都觸碰不得 所以上次柯文哲自己選 我沒有來 表示我過去知遇之恩 北農總經理 最後你還到雲林來看我 但這一次如果我連去都不能去 這是不是太過 你說懼怕柯文哲 或是李育柯文哲 大家就會去解讀了 他現在決定 停止這樣的揣測 沒有這回事 我韓國瑜可以幫陳秉甫站台 而第二點 因為這個柯文哲 他對於陳思瑜的力挺 就是挺到 民調不能講 就是挺到就是 不管怎麼樣我都要希望他能夠繼續往上 的情況之下 他有可能會某種程度上吃到何志偉 因為何志偉跟陳思瑜 畢竟他們是屬於範率這塊的票 當陳思瑜 因為柯文哲越強的時候 何志偉就會被吃到他的部分 陳秉甫出現的機會就提高了 這個時候我再來幫他 所以顯然韓國瑜也在考慮 他在國民黨內的角色 我不只是高雄市長 我雖然不是黨主席 我也已經公開說過我不選2020 可是在2020的立委選舉當中 我還是可以有角色 就是幫全部的國民黨立委 複選的角色 而這個就是他的第一棒 跟柯文哲一樣 柯文哲的陳思瑜 當選與否會影響柯文哲 六月決定要不要選總統 可是韓國瑜的複選陳秉甫 我們假設星期天開出來 居然是陳秉甫贏了 我們現在不知道 我們就不要預測誰贏誰出 我覺得機會滿大了 這種狀況之下 大家會想說 最後五天因為那個 傳皮夾克的兔子來了 所以韓國瑜的影響力 也會更上一層樓 那韓國瑜跟柯文哲之前的那一種 他們的關係好到 比吳敦義跟韓國瑜還好的 那個傳言 就在今天1月22號就會停止了 國瑜雄縣的貴為 我們不能講貴為 他是高雄市的市長 他的人口超過台北市 而且日後是獲出去人進來 大家都發財的最有錢的城市 他就算跟柯文哲之間有些關係 我覺得那僅次於以前 以前他們在市政府共識的關係 當然這是今天他的出現了 確實會讓媒體上覺得可以大肆報導 畢竟柯跟韓在現在 在網路的流量大概是 不是第一 就是他們兩個互徵第一第二 我想在這個狀況下 當然就有看頭 那剛才大家就談 是不是這個是柯文哲 在韓國瑜還有蔡英文之間的 一個前哨在 某種程度是的 尤其是柯文哲 大家都認為他會出來選總統 而且甚至他會出來主黨 大家是關心的這個事情 你從柯文哲那麼認真 你從陳思瑜講說阿貝 他在立法院等你 這個不就是透露了一些玄機嗎 這個也是總統的一個前位 前哨在 但我覺得前哨在也確實 相對於民進黨 我猜應該是蔡英文代表 這個蔡英文代表20 來初選 那當然韓國瑜應該是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應該百分之九十九 是不會出來選總統 因為他必須得高雄 他要對高雄市民有所交代 如果他是第二任 那當然就有可能 對柯文哲而言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無所謂 所以可能是柯文哲 可能蔡英文 可能國民黨的某一個人 但是韓國瑜 不管是誰出來選總統 都要依中他 借中他的人氣 所以這也就是2020 總統的選舉的一個前哨戰 當然我希望成名不贏 我剛才在看手機 星期天溫度不高 17度到12度 也滿冷的 但是是晴天 好天氣 我為什麼要講 這投票率會變比較高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其實補選 我們才看了歷屆 像南投的補選 屏東的補選看看 看了看看再補選 投票率大概都沒有超過四成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誰動員的好 誰可能得票就會高 在這三個人裡面 我覺得動員能力可能最強的 是何志偉 為什麼要講何志偉 何志偉他有他 他現在少召自當市議員 媽媽薛林 他的父親都當過立委 薛林還跟我們兩個 在財委會同事過 所以我知道 他們還加上有一股勢力很強 叫做陽性 陽性很強 跟大家報告 所以相對 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 告訴陳彬甫 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陽性很強 薛林很強 他們家族很強 這個時候 誰可以把人找出來 誰當選的機會就比較高 幫陳彬甫動起來很久 但是因為前一個大選才剛結束 大家對政治氣氛來說 沒有辦法那麼快熱了 再來補選 大家對於彬甫或是何志偉 或是陳思雨 有的就是像大先講的 社林區可能對賓府沒那麼熟 大同區對何志偉沒那麼熟 然後陳思雨靠的是他爸爸 在社子裡面的力量 所以其實大家在這三個候選 各有所長的區域 所以大家在掃街敗票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 氣氛都沒有很熱烈 因為都不熟 都不熟 然後再來選舉的熱度沒有炒大 雖然說地面戰很重要 但是從以前的選舉 從2014以來 地面戰要炒熱 陸戰要炒熱 先要空軍先轟炸 所以空軍要把過了之後 讓整個地面氣氛熱起來之後 團結才會出來投票 所以其實韓國瑜這個主動 我就算是一個推手 空軍來了 空軍來了 上一次我們禮拜天 在辦這個造勢活動 其實我們在入場的時候 大家都在問一句話 今天韓國瑜會不會來 所有人都問這句話 然後知道說 是透過這個錄影的方式的時候 大家難免有一些覺得不到位 味道不夠 然後再加上盧秀燕也好 或是何友宜也沒有到現場 所以整個晚會的氣勢 都因為稍微差了一點氛圍 所以韓國瑜今天一來 覺得把選戰的氣氛把它推到最高 就是把空戰做足 地面戰才會開開心心的 而且出來投票 而且這次的投票日是禮拜天 跟過去很不一樣 所以在投票的選擇上面 又要更進一步的宣傳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今天這一做 其實就點破了 打破了說 你碰到 碰到柯文哲就會回避 其實在很多的基層的黨員裡面 這種情緒已經在發酵 說為什麼韓國瑜不來 韓國瑜是國民黨的 他為什麼不來幫陳秉甫 陳秉甫也表現得很好 而且陳秉甫也是在地出來的 所以在今天這一局 其實對韓國瑜來說是強化 他在國民黨裡面 黃牌助選員的地位 其實就差一點這樣的氣勢 我覺得陳秉甫就可以過關 所以對韓國瑜來說 他這一來 打破他跟柯文哲之間 這種不在選舉裡面 碰到這種關係 第二個 也讓韓國瑜成為這個選舉裡面 最後的推手 第三個 陳秉甫如果在這一席選上的話 其實對整個台北市的 立委選舉來說 可以是一個定心丸 因為這一區是國民黨最難攻克的一區 基本上是綠遠遠大於藍 如果在這一區在這一局穩定 在往後的一年裡面 可以從容的布局 對國民黨的立委選舉來說 是比較穩定的 就請混在這裡 然後更加爆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